在太平街上不仅有精美的牌坊 易景象、金银象以及甲地象中的一百多座民居 也是越冬地区剧本籍保护地围满足的文献国家 而始建于唐代被誉为越冬第一股它的开源寿 依旧威严壮观香火鼎盛 商业街上则保留着民国年间的风格 老街人在棋楼下开着商户出售当地的特产小吃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力 如今的太平街是人来人往十分的漫画 可是早在1200多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唐代文学家韩玉被贬到潮州的时候 他当时就写下了一首诗 云恒秦岭家何在 却用难关马不浅 知如远来应有意 好收五谷张江边 这首诗所描绘的就是当时潮州 那一片荒芜的景象 古时的潮州三面环山 一面明海 耕地面积不足 百姓不堪言 为了求得生存 人们便向大海考试 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 当地先民们必须以生命为代价 以惊涛骇浪国际 才能有所收获 这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 也就慢慢地形成了潮州人的这种骨子里头 港拼港闯港港 这么一种特质 恶劣的环境 贫苦的生活 随着韩玉的到来得到了改变 韩玉围观期间 在潮州大力兴修水利 把中原先进的耕种技术传授开来 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他还大兴文教 复办周学 启用香咸美诗 为潮州开启了一方文败 从唐代到宋代 转短一百多年的时间 潮州的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 这里的登科近史 也从唐代的三人 激增到一百七十二人 成就了海滨周路的美誉 太平街也建成规模 我们现在潮州人对潮郁很感恩 现在在对面还有一个航空池 专门就是纪念了航郁的 历史上 太平街一直是潮州府的中心 许多名门望族都选择在此居住 他们在老街上建起了无数深宅大院 修建起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家族祠堂 王室大宗祠 位于老街的北部 这里曾是南宋名臣王大宝的故居 出生在这里的王大宝 身上承袭着潮州人 坚毅果敢性格 他在朝堂之上始终精怀磊落 不屈言覆势 担任右建议大夫时 曾不惧威胁利诱 秉公职访 查处了四位宰相级官员 明镇朝野 龙兴年间金兵大举难下 然而诸和派却以南宋刚建立为由 力主义和减少军队数量 王大宝共同生计 皇队这样的作法 又争税盈又争兵 来加强国防 南朝才能穷固 一心向义和的宋孝宗 他只能被迫告老还乡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未能实现 修复国土的夙愿 他最后一句爱恨就说 修复国土 由由无期了 就抱恨而死 王大宝虽然身处一个山谷破碎 王朝石墓的人 但他的满强爱国热忱 依旧被后人所尽量 力学家诸锡 冲赞他为一代政府 老街人为了纪念他 修建起这座修台方 如今这座台方 依然屹立在太庭街上 启迪着后世子孙